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鱼的AI学院 前几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GPT的一个基本使用方法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这期视频主要给大家讲如何利用两个APP来生成一个旅游视频 那么这期内容也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每一个步骤做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正在想学做视频 那么记得一定要给小鱼来点个订阅按钮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首先还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个GPT GPT使用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合理的提示词 那它就能生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里我就跟它说 假如你是一名导游正在向大家介绍英国的五大旅游景点 介绍五分钟的视频内容 那可以看到GPT马上就搞定了这个内容 那在这里我只是稍微让它修改了一点点 我发现内容只有四个 这里我说有五个景点 它说只有四个 那我就叫它重新写详细介绍 把画面切换和旅游去掉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画面出现什么 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有点多余 我就直接进入正题 那可以看到 英国的五大景点就出来了 那这里呢 我让它翻译成英文 那接下来呢 就到我们的第二款工具 这款工具呢就叫Invideal 专门是一款视频生成工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说输入任何的主题 那么Invideal就会开始工作 它会根据你的命令来生成一个脚本 创建 你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主题 那它就会帮我们生成脚本 创建场景 添加画外音并调整视频 那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只要给它一句话 它就能给我们出一个视频 这里我们能看到 它给了一个提示 点击这个生成按钮 那可以看到 视频就马上就要出来了 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Invideal呢 目前呢 是特别受欢迎的 一款视频生成工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评分 都是4.8 4.8 而且使用它的国家呢 也非常多 已经有190个国家呢 来再使用这个APP 人性化的配音 它还会给我们配音 那这个里面呢 还可以用上 我们自己的一个声音 那如果说 还没有注册的小伙伴呢 这里我会把一个注册链接 放到下面描述栏 这里呢 我们只是需要登录一下 新手朋友们呢 只登录一下就OK了 我们点击进来 那把我们刚才的一个 五个旅游景点呢 直接给它粘贴进来 那如果这里很多朋友说 我不想用GPT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给它输入一个 英国五大旅游景点 那同样它也是可以帮我们生成视频 那这里我既然有了 我就直接复制粘贴 把它粘贴进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次性呢 可以粘贴3600个字 那就是说 普通的你的一个故事脚本 粘贴进来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按钮 那可以看到呢 它在开始工作了 已经分析完成了 标题美国必去的五个历史地标 正在准备当中 那这里呢 大约需要等待几分钟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已经帮我们跳出了 英国五处 必 必有历史地标 这里呢 一个选择一个观众 那比如说 你是一个旅游爱好者 还是一个文化的探索者 那我们就点这个旅游爱好者 那我们的一个观感呢 是想要鼓舞人心的呢 还是要专业一点的 那我们就点这个鼓舞人心的就可以 这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 你的视频呢 是发向哪个平台 这个一个YouTuber 一个呢是Facebook 这个脸书 还有一个IG的 那我们这里就 就YouTuber吧 我们就点继续 那可以看到 它已经在帮我们创建一个画面了 看视频的准备的 视频的5%准备就绪 正在生成一个脚本 那它这里呢 会显示我们的每一个场景准备 它第二个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合成声音 看到添加媒体轨道 没想到现在的AI啊 这么厉害 我们就一个提示 那在这里生成呢 也大约需要几分钟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 OK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呢 如果说你对这个里面的内容不满意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修改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水印也不要紧 那你可以在导出过程中啊 拴出一个水印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点这个编辑进来看一下 这是它每每一个景点的一个介绍啊 可以看到相当的专业都不用去现场拍了 那如果说你要想让你的画面感观感更好 你不满意的图片呢 那这里你也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你可以替换 那如何替换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传我们的一个图片 那可以看到上传媒体 我们点一下 你可以上传你准备好的一个视频 把它点进来 那可以看到我这个已经点进来了 点进来之后呢 比如说这个我要进行一个替换 我点一下这个 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放进来了 替换掉这个画面了 那这是一个画面的替换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个提示词 可以更改一个脚本 我们点编辑脚本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每一段脚本都在这个里面 你想更改哪一段都OK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我要删除 我重新写一个脚本进去 那都是可以的 那你编辑好了之后呢 直接点下面这个按钮 那么我们所有的修改都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就点击这个按钮 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可以编辑视频 比如说一个命令 比如说第几个场景呢 我觉得它有点多余 我要把它删除 你就直接用英文输入到这个里面呢 进行一个提交就可以了 那就像你看删除第二个场景 这并不真正相关 让这个场景的长度减半 说得太啰嗦了 那这些你的一个要求呢 都可以写到这个里面进行一个 它会根据你的要求来进行一个修改 所有的修改完成之后 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这个 导出视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看到了 选择水印类型 那一个免费版本呢 它是有水印的 这里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视频内的AI品牌 正常的呢 它也是不收费的 那么我们的视频分辨率呢 可以选1080P 这个是最高清的 那这样导出来了 它的视频是有水印的 如果你是一个视频博主 那么你经常会用的一个视频生成工具 那建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订阅计划 下载一个无水印的视频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需要升级的付费计划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免费版本呢 是每周有10分钟的AI生成 每周呢可以导出4个视频 还有一个声音客笼 那plus呢一个会员呢 每月是20每到 那一个月呢可以是 可以生成50分钟的一个视频 视频呢就可以无限制作 可以用两个语音客笼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高级的计划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来选择一个计划 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导出 那我们这里再点一个download的下载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视频制作 非常的简单是不是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想法 或者只需要给它一个文本呢 它就能帮我们生成一个这样的视频 如果说你也想做一个视频博主 那么呢赶紧开始吧 如果你对AI做视频感兴趣呢 你还可以看我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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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